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逐月有云,立东进宝,来年打苦 但进宝不是吃得越多就越好,越贵就越好 如何进宝才最靠谱呢? 快听听专家怎样说 你有没有鞋底模舌的烦恼呢? 其实鞋底的模舌情况是可以反映出你身体的健康状况 有家就有健康生活家,精彩节目即刻开始 有家就有健康生活家,欢迎收看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丁丁 疫情防控无小事,近期疫情有点反复 我们要继续提高警惕,做好个人防护 才可以更好保护自己 很快就到冬季的第一个节气,立东了 立东进宝是最佳时节 民间就有立东进宝,来年打苦的说法 立东进宝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为来年的身体健康,打好基础 但进宝不是吃得越多就越好,越贵就越好 如何进宝才最靠谱呢? 快听下专家怎样说 立东至万物床 民间就有立东补冬的集组 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 在一年冬季的开始,天气由凉转寒 养生普健要有讲究啊 我们今天请来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方志辉医生 为大家送上立东节气的养生建议 立东养生第一招,早睡晚起寄崖野 第一个呢就是起居,这个是跟我们这个生活密切相关的 所以起居的话呢,我们建议是早睡晚起 这样子呢,能够保证我们一个充足的睡眠 其实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 因为冬天呢,夜晚比较长,白天比较短 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呢,能够使到我们这个阳气 能够达到这种浅长的一个效果 立东养生第二招 情志平和勿过境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情志这一方面要助手 因为这个冬季啊,整个气候它是非常的寒冷 这个大自然啊,很多的动物啊,植物啊 它都是处于这种浅长的一个状态 这时候呢,我们人体呢,也要跟大自然相一致 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情志呢,要收敛 不能够大喜大悲,保持这个情志的一个粗畅 立东养生第三招 最后一个呢,就是运动方面 我们说这个生命在于运动 欲联四季的运动都是必须的 但是呢,冬天这个时候呢,这个运动啊,也有讲究 我们讲运动呢,它会消耗我们体内的阳气的 所以呢,如果是太过剧烈的运动,我们是不建议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时间不要太长,快走,慢跑,骑自行车,甚至打太极,八段井,这一类都可以 秋冬交替时节,尤其是老人家 有慢性基础病的街坊,对自然界界变化适应比较慢 所以,顺应时节变化,调节饮食起居尤其重要 冬天,有一大类的人群呢,它会经常出入医院 第一个就是老人家,老人家呢,心肺的功能减弱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稍不适的话呢 第一个,它很容易引起这种呼吸道的疾病 轻则感冒,重则肺炎,在这个季节它容易加重 第二个呢,就是心脑血管的疾病 我们可以看到在冬天的时候,这种心脏的疾病 是一个高发的季节,它由于受到寒冷的刺激 这个血管会急剧的收缩,可能会造成心根的发作 立东是进宝的最佳时节 民间就有《立东进宝来年打斧》的说法 立东进宝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为来年的身体健康打好基础 但是进宝不是吃得越多越好,越贵越好 到底怎样进宝才最靠谱呢? 我们进宝呢,也是要终于讲的辩证论治 要根据这个人群的一个特点来个体化的进宝 因为天气寒冷,所以大多数呢 我们都是推荐进食一些温补的食物 譬如说我们的牛肉羊肉 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注意 如果进食太多了,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温兆了 所以呢,我们在冬天呢 也要适当的进食一些 形器的,助消化的 还有呢,就是滋婴润兆的 譬如我们这个常吃的白萝卜 冬天吃白萝卜 它能够起到这种 由于进补太过之后 脂胃的一个实质,一个效果 一些润造的食物 我们说的像百合,银耳,莲藕 既能够知音又能够温补 立冬温补正当时 等专家为大家推荐一款 立冬节汽汤 接下来呢,我推荐一款冬天适合喝的汤 当归生姜羊肉汤 leap! 银耳酱 锅 子 银耳 头 我们进行。 最新材料 我们看到了 有简单 一定要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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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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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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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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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